欢迎收看老婆顶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穷屌丝 在沦落孤岛后成功逆袭的故事 一出好戏 老王是个典型的三无穷屌丝 人丑胆小还欠了一屁股在 偷偷暗恋公司里的女神珊珊 不敢表白 只能偷偷将珊珊的照片放在车里 时不时地看一看 面对这样悲吹又无力的生活 他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彩票 希望有一天能中个大桥 闲雨翻身 所以养成了一天买一张彩票的习惯 这天公司团签 老妈把彩票小心夹好 就想带着自己的表弟开车去公司 可是车子老旧怎么也发动不了 老妈只能和小表弟一路狂奔 嘴赶公司团签的大巴 最后熊吊人总算上了车 这时老妈想起彩票的队长时间到了 就用手机队长 结果发现自己居然中了六千万 顿时得意到不行 但是公经常能听到有人中大桥以后 就遭遇大灾大难 老妈也没能逃过 就在他美滋滋的打穿团签结束后 就去对墙 一个惊天驱浪拍了过来 整艘船被先搬踩入海里 众人只好纷纷起船游到 最近荒芜人烟的小岛 游落在小岛上的三十人 有老总 经理 顾问 也有职员 司机 保安 但是到了岛上 大家连雄存都成问题 社会身份也就不好使了 自己是个配伍军人 懂得一些野外雄存技巧 一下子就成了所有人的主心股 在他的领导下 顺利度过了在岛上的前几天 就在大家想着怎么离开这个岛的时候 公司的顾问就说 自己来岛上之前就看到新闻说 最近有陨石可能会撞击地球 现在这个情况 可能陨石真的掉下来了 世界已经灭亡了 大家可能是被困惶倒下门了 对顾问的话深信不疑 只有老马一心着急对讲 不信这一套 他带着小表弟 私自找了小巴想要滑出去 但是天气实在不好 所以只能打到回复 刺激见老马想自己逃走 就惩罚了他们 这时 一直不满司机 骑在自己头上的老总 接替发挥 撤翻了一部分 同样不满司机的人离开 自立门户 老总将他们带到了 自己白天发现的一艘破船上 这里有充足的资源 可以避风夺雨 更厉害的是 老总还利用他伤人的头脑 建立起了等价交换的机制 司机团队深受打压 老马眼看他们都没有想走的念头 就自己带着小表弟 某出路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 对讲的期限也到了 六千万瞬间划上了报应 老马虽然绝望 但也只好先想办法 让自己和小表弟活下来 他来找高总借欲望 却受到了拒绝和报答 老马怒了 他决定要在这个小岛上 掌握话语权 凑巧的是 一场暴风雨把海里的鱼 都卷了上来 老马和小表弟利用这些鱼 和其他人换取其他生活用品 还利用小表弟的技术发电 正好自己和老总的团队发生争执 老马趁机占领了小岛的领导地位 老马先安抚大家的情绪 团圈了两方的团队 改进生产工具 提高生活质量 岛上的生活在老马的带领下 变得安逸起来 同时老马也入获了山山的芳心 一天晚上 老马和小表弟意外发现了在岛的另一面 不远处的海上 居然有一艘邮轮 世界根本没有阴雨时毁灭 可是老马和小表弟知道 如果回到外面的世界 自己仍旧是一个穷光蛋 于是很小心 决定不告诉其他人这件事 但是司机也很快 发现了邮轮 老马只好对着大家 一顿忽悠 假成保抢风了 把他关了起来 小表弟计划忽悠老总 拿到老总的资产 通过断电 造成食物资源短缺 减少人数 再偷偷回去 但是老马觉得 害人就有点过分了 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再加上珊珊对自己的真情告白 老马最终决定 还是把大家都救出去 于是老马点燃了破船的剩余燃料 大火引来了游人 众人获救 最后老马还是回到 穷屌丝的状态 但是她收获了 珊珊的真感情 这部影片是黄渤的处女作 据说炒饭了很久 才开拍 看得出拍得很用心 诚意满满 在孤岛这样一个天然密室下 社会文明起不到任何作用 人际关系也被重新洗牌 被困着展现的不仅是人性之恶 更是人的本能 如果有一天是你沦落到了荒岛 你会怎么活呢 以上就是本期老跑顶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跑顶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